一鸣二运三风水 食物一样重要 好的大门 能提高主人对外的运势 洋宅中的三要门 主房 造集六室门 路 造井 坑 侧军把门当作第一要素 它是生气的枢纽 住宅的面子 又是划分社会与私人空间的一道屏障 陈梅公有一句话归纳得很精辟 闭门即是深山 门与内 外企的流动关系非常紧密 因为内 外企不能通过住宅监视的墙壁 但是通过门口则容易得多 外部大门影响外企进出住宅 而内部的门则对家里的内企影响甚至 每个人每天出入自家大门的瞬间 都会受到大门风水的影响 那么 大门风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一 家门口切记不要放死物 其一是扫把 很多家庭会把扫把放在门口两边 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门口是家中最重要的入口 如果把扫把放在家门口两边 这样就会让大门纳入的气带有扫把上的污秽之气 这些污秽之气就会影响家中的财运 如果是放在卧室门口则会影响卧室中的人的健康 其二是桃树 虽说桃木可辟邪 但桃树却不可以 桃树不上五行谱 只有成才的桃木可用作辟邪 桃树非但不能辟邪 反而还能给家中带来一些晦气及污障之气 阻碍家中的运气进门 其三 镜子 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女孩子 喜欢在玄关的地方装镜子 不仅显得潮流 而且也比较方便 但是这么做 却犯了风水上的忌讳 镜子是有反射的作用的 不仅能够折射财运 也会折射霉运 如果把镜子装在玄关 就是把财运这是出去了 把霉运折射进来了 这个格局是破财了 想要扶起都很难 其次是藤蔓类植物 洋宅中最忌讳大门击门墙上 攀爬藤蔓的植物 藤蔓植物爬满整座墙 虽说文艺 但是一招惹蛇虫鼠蚁 与家人安全无异 藤蔓状的植物属阴质 属于沟沉藤蛇之响 如果覆盖门墙 则口舌不断 疾病缠身 家人忧郁阴沉 所以提醒爱美之人 不要为了装饰好看 而影响了风水 其五是洗衣机 很多小户型的房子卫生间 放不下洗衣机 就把洗衣机放在了进门处 其实是不好的 因为水是财运 如果你在进门处摆放洗衣机 洗衣服的时候 水都排走了 那么财运肯定就受到影响了 长期这样 还会出现破财的情况 其六是杂物 玄关是一个家里进门的地方 它就如同主人的脸面 往利益方面说 那些什么财运 桃花运都会经过玄关进到家里来 如果玄关这个地方被你堆放了大量杂物 这些运气的到来也就受到了阻碍 而且家门口宽敞也有利于逃生 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也不会被杂物阻挡或是绊倒 更不可能存在堆积灰尘或滋生细菌 其七是装大铁门 有种门叫做半趟式铁门 意思就是 好好的一个大门 在中央加了一条大铁 造成一个半趟门 换句话说 出入只能使用门的一半 这样设计有一个好处 便是不需开合 不会阻挡通道 但坏处是 好好的大门只能用一半 因此所有东西只能收一半 那气口也只能吸纳一半 不利于招财禁服 综上所述 我们了解到这些东西是不能放的 如果放了不利于财气的聚集 如果乱放 就很容易影响我们自身的个人运势 那放什么才能够转运呢 二 门口放什么能招财转运 奇异仪式绿植 很多人都喜欢在门口两侧位置 摆放一些绿色植物 比如富贵竹 东青或者是其他寓意比较好的风水绿植 这样的布局 不仅能够美化家居环境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也有很强大的招财作用 尤其对于农村的家庭 如果在大门两侧 摆放一些生命力旺盛的绿植的话 能够给家宅带来很多好运 也会催忘家人的财运 帮助家人得到更多的赚钱机会 使得物质生活越来越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绿色植物一定要保持长青的状态 不能出现枯萎或者是叶子发黄的情况 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 一定要及时更换或者修剪 其二是放五地钱 想在门口上挂一些旺财的东西 那么自然就是说免不了五地钱的 由于这类风水物品 自身有十分多的兴盛之气 因而假如把气挂上去自身家里的大门口上面 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为自己家产生兴盛的气质 大自然也就能够为自己家里招财转运了 之外五地钱还可以待在身上 佩戴在身上的话 对于主人的财运会有一定帮助 能够强化主人的财运 打麻将棋牌时放在口袋能增强财气 让你有更大的几率赢钱 其三是葫芦 在大门两侧摆放葫芦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葫芦与葫芦谐音代表着福气和好运 而且葫芦的造型是口小肚子大 说明能够吸纳财气和福气 如果再大门两侧悬挂葫芦的话 这样的风水布局 不仅能够促进家人之间的和谐 也会起到转运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那些运势不好 经常为物质所困的家庭 在大门两侧悬挂葫芦 可以很好的催旺财运 起到招财的效果 葫芦的材质有很多种 最常用的是铜葫芦 这样风水葫芦招财效果更加强大 其四是石狮子 大门两侧也可以摆放石狮子 在古时候 很多大户人家都会在大门两侧摆放石狮子 一方面能够彰显出家宅的权威和地位 另一方面也能够稳固家宅的风水和气场 而且狮子是百兽之王 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如果在大门两侧摆放石狮子的话 这样可以让家人拥有更好的财运 赚钱也更加轻松 其五是水晶 天然的水晶具有很强大的能量 而且外观精致 不仅拥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同时也能够起到摧财旺财的作用 如果将水晶放置在大门两侧的话 对家宅运势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门口摆放水晶不仅会起到招财的效果 也会促进家人之间的和睦 化解很多家庭矛盾 让家人之间和谐相处 其六是字画 进门见喜庆 如果我们一进门 就可以看见一些喜庆的东西 都会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 因此在装修的时候 门口的物品布置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进门见字画 把书法作品或者山水字画摆放在进门可见的位置的话 可以体现出主人的文化素养 其七是皮修 皮修是种招财的猛兽 喜欢门钱的味道 古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皮修是掌管钱财的神兽 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家摆放皮修最得当 家里摆放它不仅招财 还能保佑家宅安宁 驱除霉运 但必须注意皮修的摆放位置 切记不能对着人体的头部 防止相冲 其八是聚宝盆 在家中摆放聚宝盆 其中加水放硬币 可以耐具财富起到摧菜作用 用聚宝盆来放大财气 招财望运 在东北方可摆放聚宝盆加硬币来聚拢财气 但不宜加水 东北方不宜油水 若摆在房间内 可用小一点的 聚宝盆可以前规的上下左右接触的位置 有聚气聚材的效果 且必须保持其干净通风 总而言之 大门是一个房子连接外界的气口 所以大门的风水是极其重要的 门能保护宅内运势 阻离门外汇气 如同把关者 而另一方面 门还能吸纳财气 因此 大门的布置 直接影响着住宅财运的召唤 门若不好 当头财运极差 算得上对财运的一个致命打击 所以千万不能放这些东西 不然财运就会保不住了 三 大门风水其他禁忌 大门口切记对着厕所门 厕所是人们用来排泄之地 使污浊之气聚集的地方 属大鹰之地 而大门口是近财运 集气 阳气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门口正对着厕所门口 容易导致阴阳相冲 出现影响财运 导致破财 如果有朋友家里 恰巧有这样的情形 破解的办法也很简单 只需在大门口上挂上一副帘子即可 大门口近于别的门口面对面 如果大门口和别的门口 出现面对面的情况 那么住户家中会有是非缠身 与此同时 门对门的情况还要分两种 一是如果大门是面向东 东北 西北 北方向开的 那么会让家中男性泛冲煞 对男士不利 如果大门是面向东南 西南 西 东南 则预示着家中女性会犯冲煞 对女士不利 其实这个事情从生活角度也能理解 要是两个大门面对面 不但会造成双方进出的不方便 对个人隐私也不容易保护 大门口不宜对着升降机 正常来说 以前的家庭住户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高层住宅越来越多 楼盘里有电梯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因此有想买房的朋友们在选方式要特别注意一下这种情况 如果有这种情形 住户容易招来纠纷 甚至是惹上官司 如要破解 可在大门口正上方挂上一面镜子 或把门槛加高也可 厕所门屋冲着厨房门 厨房是烟火聚集 是有阳气的地方 而厕所是大阴污浊之地 如果厕所门正对着厨房门将出现阴阳相冲的格局 会导致这家住户的宅运不顺 家里的人容易生病 运气也是好坏参半 正确的破解办法是将两个门口左右各挫开一点 形成斜队的格局即可 如果无法斜队 那就只能在门上挂帘子了 大门不可多开 很多朋友为了方便进出 会想办法在家中多开几个进出的大门 比如开向车库 开向后花园等 从风水上来说 住宅的门是静阳气财运的通道 如果开门过多 容易让宅运变得杂乱 而导致健康受损 大门不可与房门相冲 如果大门与房门相冲 则住户的运气会反复无常 时好时坏 也会经常有是非找上门来 破解之法为在两门之间放置一个物件 比如茶几或者柜子等 大门口近与道路相对 大门口如果正对道路 从风水上来说 会对住户的急运造成干扰 破解之法是在外墙或门口正上方挂上一块木板 上书山 海镇三字就可 其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如果大门正对车来车往的道路 家人进出也急易发生交通事故 最好还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大门口前进有斜坡路 如果大门口前有斜坡 一招货 这里还分两种情况 如果出门即是上斜坡 预示住户未来的人生道路走起来越来越费力 如果出门就是下斜坡 则预示着这户人家未来的运势越走越低 建议注意台阶加以阻挡 另外 三叉路和拐弯路也是这样的道理 一样需要加以躲避才行 大门口不可正对尖角 如果大门口正对尖角 说明一将歪风邪宁之气挡进自己大门 影响住户的宅运是凶想 最好的破解之道是在门内建一隐蔽 可将灾祸遮挡在外 要遵循大房开大门 小房开小门的原则 现在的住宅楼里 每家住户都会是几十几厅的格局 每个房间的大小都不一样 因此 要遵循大房开大门 小房开小门的原则 比如卧室和客厅的门 尽量开得大一些 厕所 厨房和书房的门 尽量开得小一点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容易对家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大门与后门 不宜在一条直线上 从风水的角度上来看 如果大门与后门在一条线上 那么预示着财运从大门进来后 就直接从后门溜走了 住户的财运无法聚集 导致家财受损 化解之法就是把后门封闭 不留隐患 大门口切勿一通到底 一览无余 如果家中的房屋格局 出现几间相连的情况 切勿从大门进门起 就一通到底出现一览无余的现象 这样做既不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从风水上来说 也会让住户家中出现私奔或外遇的事情 致使家庭出现变故 家庭住宅不要携着开门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从来都讲究的是 做事要方方正正 做人要堂堂正正 其实风水学说 也是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成 相辅相成的 如果住户开有邪门 容易招致歪门邪道知识上身 大门口即正对着窗户 住户的大门口是全家人进出的唯一通道 他的方位是吉士兄直接关系到全家人的宅运和家庭财运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如果大门口正对着的地方有窗 将不利于集气进入屋内 反而会有窗户的煞气进入影响宅运 因此大门口切记正对着窗户 家里大门又对着窗户的朋友也不要害怕 破解的办法是在正对着的那个窗户下 栽种一些观赏性的植物 只要不是带刺的就都可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